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测试函数啊,咱们该怎么样去行一个书写 然后呢,刚才咱们在咱们训练的时候啊,是不是少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咱们在运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参数需要配置的 比如说,当咱们训练的时候啊,我需要指定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训练的这个东西啊,它是保存在一个 哎,我们看,这是训练的函数,这是叫做一个style.py 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训练的时候啊,还需要指定一些参数 如果说你是呢,ID训练啊,你就需要在这个运行里啊,配置一些参数 比方说,你指定一下就是你当前训练完的这个tipoint啊 就是这个model存在什么样的位置 以及呢,你指定了啊,按照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去训练这样一个图像 一次啊,咱们训练的一个模型只能去配置这样一种风格 比如说,我首先呢,我需要指定一个style的一个.jpg 指定完这个style.jpg之后啊,你才能去按照这样一个风格 然后去进行一个训练的 也就是说呢,咱们训练当前这个网络啊 这种网络只具备啊,你选择的 比如说你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那么它啊,一个实际的测试完之后啊 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的 这个是咱们的,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啊 需要指定的一些参数 咱们需要指定一个model存在的位置 以及呢,你用一个什么样的style图片进行一个训练的 然后呢,当咱们进行一个测试 就是这个函数 咱们在测试的时候啊,也需要指定一些参数 比如说,首先啊,咱们需要指定一个tipoint吧 就是说,刚才啊,你指定了一个训练style的一个model 那你训练完之后,肯定是有一个tipoint的 把那些session都存好了 那么当咱们进行一个测试的时候呢 你也需要指定好啊,当前的这个model啊 它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呢,有一个impath 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进行一个变换风格嘛 首先你传进来一张图像吧 你需要传进来一张就是一个content的图像 然后这个content图像呢,经过了我那个生成网络之后啊 它会生成一个content加style进一个融合吧 所以说你需要指定一下当前的一个你的输入的一个图像啊 用什么样的一个content的图像进行一个输入 你的一个impath需要指定出来 然后呢,还有一个out path 这个out path啊,就是说啊 当咱们进行输出的时候啊,要指定一个输出的位置 需要选择一下融合完图像啊 放到什么样的位置进行一个输出操作 那么这个啊,就是咱们一个整体的操作啊 需要指定三个参数 一个是tiphone的,一个是输入哪样图像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输出完啊,输出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指定完参数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 咱们就可以来完成这个代码了 这个代码啊,咱们就不一行一行去写了 因为很多啊,都是跟咱们训练啊 是一个重复的操作 我就带大家啊,咱们是按照一种debug的方式啊 咱们一步一步的去看一下啊 这个东西啊,是怎么样完成的 其实啊,测试起来就非常简单了啊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debug啊,稍有些慢啊 debug的时候稍微有些慢 咱们这里啊,看 首先进到了还是这个命函数吧 这个命函数里吧 首先我去解析一些参数 然后呢,去check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参数啊 有没有什么什么问题 那么下面啊,它就往下走啊 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块呢,我会传进来一些参数啊 比方说有一个impath 就是说,当前啊 你的一个content呢 你的一个说图像的一个路径 然后output的一个路径 check point的一个路径 这些啊,都是咱们指定的device 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东西 去进行一个训练啊 咱们用CPU或者GPU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F5啊,跳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这里呢,先把这两个路径啊 给它做好 就是一个impath和output 咱们的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路径 然后呢,传到啊 咱们这样一个函数当中来 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函数底啊 这是两个 这是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输出路径 check point的 这是device 这是一个默认的bag size 默认的一个bag size是等于4的 但是其实呢 咱们bag size等于几啊 其实啊,咱们bag size等于1的 因为咱们只传进来了一张图像 首先呢,我个st一下 然后 然后去判断一些东西啊 这些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我去get一下 这个imagine的一个shape啊 这个imagine是一个4747123吧 hwc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有了这个图像之后啊 现在图像已经读进来了 图像读进来了之后啊 我需要构造一个tensorflow的graph吧 把tensorflowgraph计算出来 然后去算它的一个实际的bag size 实际的bag size啊 就是说 你用几个图像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只用一个图像啊 所以说 它的一个bag size啊 就是等于1的 然后呢 当前的一个number 因为咱们只有一个图像嘛 所以说 这个number啊 只可能是为0 一会儿它也不会再去长的 我们可以对tensorflow 进行config的这些东西 这些啊 这些其实可选吧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含义 就是说 我们可以指定一下 就是说 要不要打印制制啊 要不要自动分配一些计算的一些资源啊 这些啊 大家都可以自己指定 这两个还说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指定了 如果说 你这个GPU不存在 它会自动帮你进行一个分配的啊 它可以进行一个分配的工作 然后呢 我们指定这样一个device 虽然说指定GPU 但是不存在嘛 因为有这种CPU跑的 它会自动帮我分配到CPU里边 然后呢 指定好这样一个bag shape bag shape什么啊 就是说 前面再加上了一个1吧 1是一个bag size H W 还有一个channel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输数据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输数据有了样子之后啊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placeholder给做起来吧 因为咱们一会儿呢 实际传的就是传这个placeholder 先把placeholder它的一个shape做出来 placeholder shape呢 跟咱们的一个bag shape啊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个1474 还有73 还有3 那接下来啊 是不是说我要构造 这样一个transform的一个网络了 就是说 咱们之前训练的时候 训练什么啊 就是训练的那个生成网络嘛 所以说啊 在测试的时候 我就需要 把这个生成网络的一个模型 先构造出来啊 还是用这个transform这个函数啊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下里啊 有个.net的函数 咱们之前给大家刚写完吧 .net的里边啊 它是装了就是 这个函数啊 从前往后 是怎么样构造出来的 咱们先把这个网络模型啊 给它构造出来 网络模型啊 就跟咱们twin的时候 那个网络啊 其实一模一样的 构造完之后呢 是不是是我们要把之前 那个session给它加载进来啊 就是 这会儿可能有些卡 因为构造有些慢 我们需要调这个tensorflow的一个twin 然后把saver调进来 saver调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 刚才啊 上次的那个restore一下 就是有一个session嘛 把在咱们这个trackpoint啊 就是有一个model嘛 我们把这个ckpt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trackpoint 这样一个model 给它加载进来 加载啊 可能会啊 花个十几秒 加载有点慢 现在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算一下 当前啊 咱们要进行一个迭代吧 要给它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把这样一个content图像 经过咱们生成网络 进行生成 那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 content加style的 进行一个融合了 在这里 首先我们算了一下 当前是第一次迭代 肯定是第零次吧 第一次啊 就是 因为啊 只有第一次迭代 所以说呢 在咱们这个循环当中 我进行了一个循环啊 它的一个这些东西啊 其实来说啊 都是啊 就是就是 就是一次迭代吧 所以说它就只有是一的 因为咱们只拿一张图像吧 然后拿一张图像 经迭代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 把这张图像读进来 然后这张图像呢 我们先进行一个 用xzeros来经表示 xzeros进行表示之后啊 我们实际的 再把这张图像 再给它读进来 然后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图像放到这个x 就是让这个xj等于imagine 做这样一个batch 因为batch啊 现在是等于1的 所以说啊 咱们这个循环 只执行一次就完事了 最终啊 我们是不是希望 得到一个预测的结果啊 预测的结果是什么 咱们之前说了 有一个transform那个网络吧 那个网络是不是 是图像进来之后 先卷积 然后再加上了一些 残差网络 然后最后反卷积成 还是一个图像啊 咱们训练的 不就是训练这个网络吗 所以说这个网络 最终就能生成出来 一个图像 所以说啊 我们再运行一下 在咱们这个session run里边 它就实际的去执行了 一下这个命令啊 它就会帮咱们执行一下 这个session的一个run值 转完之后啊 我们看这个prodex 就是咱们最终结果值 它就是一个图像了吧 图像原始大小是不变的 为什么会不变呢 咱们用了这个反卷机 用反卷机成了一个图像的大小吧 所以说最后呢 我可以啊 把这个图像再保存出来 保存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操作 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啊 最终 我们看最终这个命函数 就执行完了吧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是完成了 这样一个预测的函数 可以说啊 预测函数很简单啊 只是说 咱们把那个session 把那个权重参数啊 加载进来 在那个transform 那个网络里边 然后呢 在那个网络里边啊 我们把这个图像 实际的输入进去 然后再跑出一个结果 这不就是完成了 一个融合的操作吗 实际上这个工作啊 很简单啊 代码量也不也也很少 就是很多啊 都是跟咱们tun是重复的 因为在咱们tun模块里啊 已经定义好了 这个网络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呢 在咱们实际测试的时候啊 我们就不需要 重复的去写这些东西了 只需要把这些东西啊 再调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 咱们就完成了 一个测试的一个工作了 然后啊 咱们拿一张图像 来举例 看一下这个效果吧 就是说 在这个文件夹里啊 我们看首先 一开始 它是一个空的吧 我们刷新一下 它是没有一个生存图像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在这里啊 我找了一张图像啊 是在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运行完之后啊 这个图像会不会 发生一些变化呢 咱们来执行一下 这个代码啊 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 会不会有什么 神奇的事情来发生呢 其实啊 这个速度 本来应该说是挺快的 因为咱们只跑了一次 前向传播嘛 但是我是一个CPU 而且它要先把这个网络模型啊 实力化够到出来 所以说 第一次你跑的时候啊 它的速度会比较慢的 跑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出现一张图像吧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 这个就是咱们一个融合图像吧 这个呢 是原始的 这个原始啊 它是只有一些建筑的 融合完之后啊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了 可以说咱们现在效果 还是可以的吧 然后呢 现在只是能融合一种风格 我再可以给它改一些参数啊 我给它换 我给它换一个图像吧 我给它换一个 stata 我给它换一下 我把这个参数给它换一下 我给它运行配置里改一下 就是改一下咱们的一个输入图像 咱们换一个图像 咱们用这个图像 stata 这个图像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啊 就是换一张图像啊 效果它会怎么样呢 运行啊 大概大概几秒钟吧 可能速度 现在这个CPU还是很慢 用GPU啊 可能是几十毫秒 甚至 反正一秒能跑好多张图像出来 CPU还是稍慢一些的 这个还没有跑完 好跑完了 咱们来看一下 我再来刷新一下 刷新的啊 在这呢 这是一个结果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不是说啊 也是发生了这种风格的变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两种风格 这两种风格有什么特点啊 是不是都按照一种style进行变换的 也就是说啊 咱们当前在测试的时候啊 因为咱们训练的时候 是只拿一种风格进行训练的 所以说在测试的时候啊 它会把所有东西啊 都转换成这种风格 我们看 这是其中一种风格 这又是一种风格 都会使得到最终的结果 会产生是同样的一种风格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测试结果 原始图像还是比较正经的 测试完之后呢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了 这个东西啊 还是很好玩的 在15年啊 就说了这个style transfer这个东西 然后16年 17年 这个东西啊 现在是越做越好 原来速度是比较慢的 现在这个速度已经是越做越快了啊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好玩吧 大家感兴趣啊 也可以拿自己的一张头像啊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做这样一个style transfer 然后实际的看一看啊 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也可以自己动手去玩一玩 这东西啊 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大家感兴趣 可以自己啊 把代码在通过到尾的 自己去写一遍 或者说不愿意啊 咱们也可以自己抵抗了一遍 了解一下这个代码 从头到尾 是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那么关于啊 这个测试代码啊 在这里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